刘备骗他 这人便是鲁肃 鲁肃乃是孙权手下的头号谋臣 智慧抄群 但是诸葛亮却骗他将荆州借给刘备 以此换取刘备对曹操的抵抗 而且当刘备集团拿到荆州后 他们再也没有将荆州主动送还 刘备取得一周后 鲁肃前去讨要荆州 结果刘备推脱 说取得了两周 再把荆州还给东吴 这其实就是在哄骗鲁肃了 这情节让人看得是又可气又可笑 不仅如此 就连关羽也瞧不起鲁肃 鲁肃宴请关羽 想要商谈归还荆州的事情 结果关羽单刀附会 在商谈期间 关羽甚至怒视威胁鲁肃 一点都不把这个东吴重臣放在眼中 原文 云长右手提刀 左手挽住鲁肃手 阳推最曰 宫经请吴赴宴 莫提起荆州之事 无今已醉 恐伤故旧之情 他日令人请攻到荆州附会 另做商议 鲁肃魂不附体 便云长扯之江边 对东吴大都督这个级别的重臣实施挟持 绑架 关羽哪里把鲁肃放在眼中了 很多读者也认为鲁肃太过老实 谋略不足 完全不配东吴第一谋士的称号 但事实上单刀附会是鲁肃说的关羽 哑口无言 真实的鲁肃跟三国演义中的政治暖男 简直是两个人 鲁肃是一代豪侠 文武双全 智勇兼备 战略眼光上尤其无人能及 是东吴最有远见的外交家 他举家赴江东时 面对追兵 曾以一手绝活力威 把盾牌立在阵前 连连发剑 每一剑都把盾牌射穿 赤壁之战前主动促成孙刘联盟 诸葛亮在其中也不过是陪衬 荆州刘表刚死 鲁肃就去了荆州 当时大家还不知道曹操南下的消息 鲁肃只是来荆州打探消息 而刘被得知曹操南下后 其实并没有打算抵抗 而是一路扯腿 准备逃往交州 就在刘被快马加鞭撤退之时 鲁肃找到了他 劝他留下来和孙权联合 一同抵抗曹操 最终成功说服了刘被 所以说 若是没有鲁肃存在 连刘抗曹的策略根本就不会存在 更不会有火烧赤壁那么漂亮的战绩 当时的东吴在战前召开军事会议时 多数人都劝说孙权投降 鲁肃当时却一言不发 最后找到一个私下交流的机会时 专门却说孙权绝不可投降 他说自己若是倒戈卸甲 以理来想 仍不失封侯之位 但如果孙权投降曹操 可以想想自己会是什么下场 鲁肃的意思很明确 自己不想去曹操那里当个普通官员 孙权也不想放弃地业 你来当刘秀 我来当邓宇 这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剧本 多年后孙权想起鲁肃的这番话时 依然感慨不已 也正是因为有刘备的存在 让东吴知道荆州还有一支抵抗曹操的力量 若是没有刘备在外声援 东吴主战派不一定扛得住 那些投降派很可能促使孙权归顺曹操 在很多人心目中 刘备借荆州这件事 东吴吃了大亏 鲁肃这个老实人被坑惨了 但事实上 鲁肃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吃亏 因为当时东吴的压力很大 他们也没法完全守住荆州 东吴内部一直是不怎么团结的 孙权要想拿到东吴至高无上的权力 必须耗费巨大的精力 但当时东吴和曹魏的接壤线很长 使得孙权既有内忧又有外患 所以孙权急需一个人帮他阻挡曹操 而这个人就是刘备 表面上看 孙权失去了荆州 但深入观察 我们会发现 孙权对东吴的掌控越来越强了 而且自此以后 孙权随时可以对荆州动兵 不断榨取刘备的价值 可以说荆州就是孙权嘴边的一块肉 只要他愿意 他随时都可以吃掉 也就是说 把荆州借给刘备 孙权不仅没有损失 而且还大赚了 这便是鲁肃的聪明之处 在鲁肃的运筹帷下 刘备成为了孙权抵抗曹操的马前卒 相当于刘备在帮孙权打工 孙权若想要更进一步 他便可以收回荆州 孙权不想进一步 则可以任由刘备帮他抵抗曹操 这完全就是利于不败之地的 由此可见鲁肃有格局有谋略 且是最早预测天下会分成三国的比诸葛亮 龙中队还早八年 而且是自始至终 坚持连流抗曹的人 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困难 一直在努力维持三边的平衡 尽量保持天下的稳定 每日更新 欢迎讨论